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在这一节我们看一看两种方法 在一个集合中查找重复的元素和一个仪式的元素 特别是第二种方法具有非常巧妙的设计性 也很难想得到 所以了解第二种方法对我们的思维是一种极大的扩展和训练 我们看一下题目是这样的 给定一个集合,它有n个元素 x1,x2,x一直到xn 那么这几个元素都是整数或者说是数字 那么每一个元素对于另一个集合A 这个集合A,它所有的元素都来自于这个集合Z 但唯一有一个不同的一点 就是A集合中在Z集合中的元素 有取出某一个,重复了两次 然后有其中的一个就有疑似了 比如说在A集合中有可能是这个x2重复了两次 然后在xn移次了 或者说是xi重复了两次 然后xn移次了 所以A的集合是这样的 x1,x2一直到xi 然后一直到x的n-1 所以这个xi呢就重复了两次 这个xn-1呢就 最后一个xn就移次掉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是让你设计一个算法 你的这个空间复杂度必须是O1 也就是说你不能分配新的内存 然后找出集合A中这个重复的元素和被移次掉的元素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暂停了下 然后想一想该怎么办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种解法 第一种解法呢 由于这个x1,x2一直到xn呢 它都是这个整数 那么第一种做法呢 是我们先把它给加起来 加起来的话就是变成x1一直加到x2一直加到xn 那么同样的我们把第二个集合A呢 也加起来x1,x2,然后一直加到x的i 大家注意啊 这时候这个x的i增加加了两次 然后这个合中呢没有xn 那么这个z把里面所有的元素加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si增加了一次 然后多了一个这个xn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用这个z的合 所有元素的合 减去A所有元素的合的时候呢 得到的就是这个关系 变成了xn-xi 我们设置它为x1 这个值为x1 也就是说我把z中所有元素求和 然后把A中所有元素求和 这样的话两个合相减 我就得到了这个xn-xi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xn和xi是两个变量的话 那么我们就列出了两个变量的一个方程 点出了他们这两个元素的一个线性关系 xn减去xi的时候得到的结果是se 那么如果我们要解两个变量 但只有一个方程的时候呢 是解不开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再找到xn和xi的另外一层关系 那么得到另外一个方程有关xn和xi的一个方程 那么两个函数两个位置数 我们才能够通过解方程的方式把这两个变量给解开 那么怎么得到另一个他们的关系式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 我们把这个z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求平方 x1的平方 x2的平方 然后xn的平方 求完平方之后呢 我们也对这个集合a的每一个元素做平方 x1的平方 x2的平方 一直到xi的平方 xi的平方 然后xn减1的平方 然后用这个平方和z的元素平方和 减去a的元素平方和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另一个关系式是这样了 z的平方和减去a的平方和之后呢 得到最后的这个关系呢 就是xn的平方减去xi的平方 因为这个xi的平方呢 加了两次 同时它没有xn的平方 在z中呢 xi的平方加了一次 同时它多了一个xn的平方 所以相减的时候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平方再拆开呢 就得到了xn减xi乘以xn加xi 我们假设它的和是h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由于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这个xn减xi的值 那么我用这个s除以se呢 就可以得到xn加xi的和的值 就可以得到它和的值 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有两个函数了 一个是xn减xi等于se 另一个呢是xn加xi等于x2 这样的话两个位置数两个方程 我们就可以轻易的通过这个初中解方程的方式呢 把这两个元素呢给解出来 这是一点 OK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关代码的实现 那么代码的实现在这 大家看在这里面呢 首先我这个phile element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phile element呢 就是我们实现我们刚才的算法 一开始呢 我们先有两个元素核 第二个呢 对应的是平方核 那么然后我们第一次循环的时候呢 把z集合里面的所有元素相加 然后把这个a集合里面的所有元素相加 然后第二个集合呢 是加上z里面的所有元素的平方核 然后把这个第二次 然后接着就把a里面求它所有元素的平方核 那么第一次呢 我们用第一个元素核 z的元素核减去a的元素核呢 得到一个se 然后这个z2减去上z2呢 得到的是平方核之差 平方核之差 刚才我们讲过了 得到的就是这个结果 得到的就是这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要用这个结果除去se 得到它两个元素的核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看看就得到了两个元素的核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一除以se 就得到了两个元素的核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运算呢 s1加s2除以2得到这个疑似的元素 然后s2减s1除以2呢 得到这个重复的元素 OK 我们把这个代码运行起来看一下 特别在我们的这个组入口处 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组入口处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面生成了一个30个元素的一个随机数 每个数都是随机数 在这里面呢 我们用一个这个hashset呢 去防止这一个数族里面出现重复的元素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创造一个还有30个元素的不重复的 里面元素不重复的一个数族 然后我们指定它的位置 在这个n-1中 我们指定这个疑似的元素的这个下标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再找到这个重复元素的下标 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疑似的元素和重复的元素打印出来 最后再调用我们的算法 看一看我们找这个疑似的元素和这个重复的元素 是不是正确的 我们把这个代码运行起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开始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 我们这个疑似的元素是60 这个重复的元素是46 我们就往下走 走到这里面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先求和 求了这个z的元素集合的和和这个a元素的所有元素和 然后求z集合中每一个元素的平方和 以及这个a结合中每一个元素的平方和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法呢 做一个相应的运算 得到这个xn-xi和这个xn加xi两个方程的值 两个方程 然后通过解方程的方式 把这两个元素解出来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时候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疑似的元素是60 然后这里下来 大家再我们看一下 最后我们得到这个重复元素是46 那么通过这里可见呢 我们的这个算法是正确的 在这里面我们只有一个循环 同时没有分配新的内容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的这一个算法的实现呢 是正确的 而且算法的设计呢 也符合题目的要求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on 它的空间复杂度呢 是o1 这是一点 好 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呢 就比较难 就比较难想到 大家注意看啊 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乘法的时候啊 以及这个加法的时候啊 如果这里面元素的值很大的话 那么这里面这些操作呢 就容易导致溢出 我们现在的机器都是64位的 如果运算之后 它超过了64位的话 那么就会把产生截断 把最前面的这个溢出的留下来 把全面最前面溢出的这些位呢 给截断掉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错误了 所以为了防止这种运算溢出呢 我们必须想另外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呢 涉及到一个 涉及到一个这个求抑或操作的过程 大家看一下 我们求抑或操作的时候呢 如果是两个相同的值 两个相同的值做抑或操作的时候呢 它是得零的 那么这种抑或操作呢 它实际上是具有交换率的 比如说这个是E和X2 它得到的一个值是T 那么接下来X2 XORX1 那么它的值也是T 它是具有交换率的 那么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多次抑或的话 X1 多抑或X2 抑或X3 这时候如果再抑或X1的话 那么这时候它就相当于 把这个X1 这里面的效果给消掉 因为我可以把这个X1 它由于上面这个交换率 我们可以把它挪过来 挪成这个 挪到这边去 所以最终呢 得到的结果就是 X2 OR上来X3 也就是说 如果我把所有的元素 做一次抑或的话 那么这样后面 如果再来一个 第三再来一次 相同元素的抑或的话 那么对这个元素 抑或产生的这个效果呢 将会被抵消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性质 那么依靠这个性质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就可以利用这个抑或的 这个效果因素呢 来做一个文章 那么假设我对于 我这个Z集合呢 我做一个这个Z集合 里面所有元素的抑或 就得到 假设是这样子 得到的是 就等于X1 OR X2 然后意思是 XOR XN 那么我也对这个 集合A呢 做一次抑或 X1 XOR X2 然后 大家注意看 在这里面的时候 它会XOR XI 然后XOR XI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这个意思呢 就是对 这两个疑惑呢 这两个疑惑呢 这个XI和这个XO 两次连续相同元素的疑惑呢 就把相当 就相当于把这个SI元素的效果给消掉 它只会在这里面 这上面还有也有个XI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把这个 把这个XI给消掉了 它就把这一个 这个疑惑的结果给消掉 相当于把它给消掉 然后一直在这边 然后X的N-1 XN-1 最后呢 它缺 相比这个Z呢 它缺了后面 这个疑惑的XN 所以在这里面呢 除了这里面 所以这个 对Z里面 这个集合 做疑惑的时候呢 它都疑惑了两个元素 一个是疑惑了 这个XI 另一个是疑惑了 这个XN 相对于这个元素A来说 于是呢 我把这两个结果 再做疑惑 再做疑惑 这样的话 这里面这个X1 是有的 X2相对应上 所有元素都相对应上 除了这个XI和这个XN 没有相对应 这两个元素 没有相对应的时候呢 所以最后 这两个结果 最疑惑的时候呢 只剩下这个 只剩下这个XI 疑惑到XN 得到的是这个结果 那么现在我们 有一个条件呢 就是XI不等于XN 如果不等于的话 那么说明 在它的二进制位上 肯定有某一位 它两个是不同的 比如说这个XI 有可能在某一位上是0101 0101 那么这个XN呢 有可能跟它一位 是不一样的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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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那么由于这两个 指不一样的话 它肯定在某一位上 是不一样的 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值 假设这个值 等于是M的话 假设这个值是M的话 那么这个M的话 这个M肯定不是0 因为这两个 只是不相等的 不相等的话 因为它在某一个 它个二进制位上 某一个二进制位 某一个二进制位 它们肯定是相反的 对于这个SI 在这个二进制位上 可能是1 也可能是0 所以它反正 我们知道 它这两个 某一个二进制位上 不一样 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 这个M呢 在E获完之后呢 在一个二进制位上 就结果肯定是1 那么这个结果 肯定是1的话 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 这个相应的二进制位上 SI对应的二进制位 可能是1 也可能是0 或者说 这个XN 在对应的二进制位上 可能是1 也可能是0 但我们不知道 这个XI和XN 在这个二进制位上 哪一个是1 哪一个是0 不过没有关系 这里就没有关系 我们把这个二进制位上 是1的所有元素 从这个Z中抽出来 把这个XZ中的每一个元素 在这个二进制位上 是1的 全部抽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一个Z撇的集合 好 得到一个Z撇的集合 就等于X1 假设是X1 然后是X3 然后是X6 等等等等 那么假设呢 我假设这个位置上 这个1是XN的 当然是假设 是不是无所谓 假设这个1 这个位置上 这个XN 对应的这个位置的比特位是1 所以这里面就肯定要包含XN 同时呢 它肯定没有XI 因为XI对应的指纹是0 因为如果我假设这个XN 它的二进制位上是1的话 那么这个对应的这个SI 它的二进制位上肯定是0 所以在这里面呢 这个Z撇里面呢 肯定就有这个XN 而没有XI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集合A里面呢 也做相应的操作 也是把相应的这一个 也是把相应的 这个二进制位上的1呢 给抽出来 也把这个二进制位上的 这个含有是1的元素抽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确定这个XI里面 整个对应的二进制位肯定不是1 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A片呢 就等于X1 它们是一样的 X3 X6 然后所有的这些元素都是一样的 唯独呢 由于我下面这个A片呢 没有XN 所以对应到最后这里面的时候呢 就缺了就没有了这个XN 大家看 其他除了这个XN之外 由于这个XI 它是对应的位置上是0 因为我假设这个XN 对应的二进制位上是1嘛 那么现在由于这个XI和XN 在对应的二进制位上不一样 那么我假设XN 对应的二进制位是1的话 那么这个XI 对应的二进制位肯定是0了 那么既然我在这个A片里面 也选择所有的元素 在这个位置上的二进制位是1的元素 那么我就把相应的元素都选出来了 相应的元素都选出来了 而且这个A片呢 不包含XI 不包含XI 这样的话 他们前面所有的元素是一样的 这里面前面所有元素也是一样的 于是呢 我把这个XOR的Z片 Z片 再跟这个XO 这个A片选出来的这个A片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做他的这个 先做他的疑惑 对每个元素也做疑惑 大家看 每个元素也做疑惑 然后对下面呢 也做疑惑 OK 也做疑惑 那么然后 疑惑的结果 再做疑惑 这样的话 由于他每个元素都是相对的 X1对X1 X3 X3 X6 每个元素都是相对的 所以呢 前面的时候元素呢 就被消掉了 最后剩下的这个元素就是XN 那么有了这个XN之后呢 我们得到了这个XN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由于我讲 原来假设XN的这一位是1 对应的二进制度是1 但我并不确定是1 我只是假设 它也有可能是0 于是呢 我就拿这个XN呢 到这个A数族里面去查找 如果找 如果这个值 如果最后的这个结果 如果最后的这个结果 假设是S的话 如果这个结果 它这个S呢 可能等于XN 也可能等于XI 那么这样的话 我拿这个S 在这个数族A里面去查找 如果这个S出现在 这个数族里面的话 那么它就是XI 如果没有出现在 这个数族里面的话 它就是这个XN 它就是XN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重复的元素 或者这个缺失的元素 给找到了 那么第二步也同样做 那么要找另一个元素也同样做 那么原来我们找到 是所有这个比特位上为1的元素 那么第二次呢 我们就找所有比特位是0的元素 那么我在这个Z里面 也找出所有比特位是0的元素 那么我在这个API里面 也找所有元素 是比特位是0的元素 因为这个XN或者是XI的比特位呢 它也 它只有可能其中一个是0 所以如果这个XN的这个比特位是0的话 它就会写进来 然后这个API这里面呢 它就不会选上这个XI 那么两个在一货的话 得到了这个结果 也是得到这个XI或XN 如果说这个XI 这一位含有是0的话 如果XI这一位的这个比特位含有是0的话 那么上面的这个Z片呢 它就不会包含XN 而下面这里面呢 就会包含XI 这样的话 求疑惑的话 就会剩下的是XI 就会剩下XI 然后我再拿这个值到这个API里面 这个A数族里面去查找 如果这个值在这个A里面存在的话 那么它就是这个重复的元素 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么它就是这个一式的元素 就这么做 所以这里面这个二进制的疑惑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找到这个XN和这个XI 某一个不同的比特位 然后按照这个比特位呢 我从这个Z和A集合中 找出所有这个比特位都是1的元素 那么然后全部做一货 做完一货之后 再把结果做一次一货 于是就会把这个XI或这个XN给抽出来 但是我并不知道抽出来的 这个值到底是一式的还是重复的 所以我必须要拿这个结果到数族A里面再去查找一遍 如果它在这个A里面存在的话 那么我抽出来的这个元素呢 就是重复的 如果抽出来的 如果它不在这个数族A里面的话 那么这个元素呢 就是重复的 于是呢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重复和这个 把这个重复和这个一式的元素就找到了 正常的找到了 找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两个这两个元素呢 给抽取出来 那么整个算法呢 实际上只需要三次循环 第一次循环呢 是做它的异货 做这个Z和A的异货 第二次循环呢 是拿到这个找到这个不同的比特位的这个位置之后呢 把相应的在两个数族中 把这个对应位置为1的元素给抽出来 在数族A中也把对应位置为1的元素抽出来 然后他们在做完异货之后 再把这个结果做异货 于是得到这个XN或XI 那么接着呢 再把这个对应比特位为0的元素从Z中抽出来 然后从A中抽出来 然后得到了这两个Z片和A片呢 照样做异货 异货完了之后 这个结果再做一次异货 得到另一个值 所以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很难想得到的 我们在这个面试中 能够想到这种方法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如果你能想得到的话 那么你在BAT或者在Google微软 Facebook这样的公司 某一个高薪职位 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一节所要描述的第二种 它的设计和故事都很强妙的一种做法 这的确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个算法设计 好 我们看一下相应的这个代码实现 大家看 像我们这个代码实现呢 在第二个在第二个这个函数里面 这个fire element by SOA 在这里面呢 首先大家看第一开始呢 我先对两个集合做异货 做完异货之后呢 我再对两个异货的结果再做一次异货 先做异货得到这个先对它异货 然后再对这两个结果再做一次异货 得到这个XIE或XN 然后得到这个结果之后呢 我在这里面去查看一下它的哪一位 哪一个比特位不为0 这个比特位不为0的话 我就肯定知道 它们在这两个数呢 在这个位上 它的比特位是不一样的 紧接着呢 我从这两个元素中 首先把这一位是 把这一位是1的所有元素给抽出来 做异货 然后呢 然后呢 第二次是把这一位是0的所有元素给拿出来 做异货 大家看 我在一个循环里面同时做两次 抽两个 两组数值 首先呢 我在这一个数组A里面 把所有该比特位是1的元素抽出来 做一次异货 然后把所有该比特位是0的元素抽出来 做一次异货 对这个数组Z呢 也是相同的 做两个 把这个相应比特位是1的拿出来做一次异货 把这个相应比特位是0的所有元素抽出来 组成个集合 再做一次异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对这两次呢 再做一次异货 那么这一次异货呢 我可以得到这个疑似的元素 或者是重复的元素 如果这里得到的是疑似的元素的话 我下面这里得到的肯定是重复的元素 如果上面得到的是重复的元素 那么我下面得到的肯定是疑似的元素 然后我拿这个T在这个数组A里面去查找 如果我这个T在这个数组A里面的话 那么表明这个T对应的是重复的元素 如果不在数组A里面的话 这个T对应的是疑似的元素 所以我在这里面就把它给设置上 这样的话就把它相应的元素给找到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运行 OK 我们在这里面先把这个疑似的元素 和这一个重复的元素给找到 然后继续往下走 那么在这里面呢 首先对两个数组做疑惑 我们这里面就没什么问题了 紧接着把这个疑伙的结果的这个不为零的比特位给找到 OK 比特位给找到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找 根据这个不为零的比特位呢 在A中把所有该位为一的元素给拿出来 然后把该位为零的元素也拿出来 然后再数组A Z中把该位该比特位为一的所有元素也拿出来做疑惑 把该比特位为零的元素也拿出来做疑惑 做完疑惑之后呢 两两再做疑惑 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就得 我们就可以找到 它其中一个是这个重复的 其中一个是疑似的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这里是85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元素 那么这个85呢 我并不知道 现在在这里面逻辑上 我并不知道它是重复的元素还是疑似的元素 我需要在这一个A数组里面去查找一下 如果它在这个A数组里面出现的话 那么它就是这个 它就是这个重复的元素 现在我找到了 所以呢 我就知道它是重复的元素 重复的元素呢 我就设置上 那么这个K呢 肯定就是这个疑似的元素了 大家看 在这里面我们找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最后运行的结果呢 大家看 我们找到了这个疑似的元素 和这个重复的元素呢 跟我们前面打印出来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这个算法的实现呢 也是正确的 在这里面呢 大家看 在这里面我们有三次循环 第一次循环 然后在这里面只是对这个比特位做一次循环 所以应该不算 在这第二次呢 我们在这里面再做一次循环 然后第三次循环呢 就查找一遍 三次循环的话 它的这个算法复杂度呢 是ON 在这里面我们并没有去分配任何内存 所以整个算法的复杂度 所以它的空间复杂度呢 是这个OE 那么整个算法呢 它是满足题目要求的 同时呢 在这里面 由于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加减层除运算 因此我们不用像方法一样 不用像这个方法一样 去担心产生这个溢出的这样的错误 所以第二个方法呢 它在这个设计上呢 就更优于第一种方法 而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要想的话 其实还是很难想得到的 除非是那种很有很有 就是说在算法设计方面 很有独到之处的人 可能能很快地想到 现在我们大多数 基本说是脑子普通的工程师呢 对于这种算法 一般来说如果你没见过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不容易想得到的 因此我们研究第二种算法呢 能够很大的开阔 我们的算法设计思路 以及相关的能力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大家拿到这个代码的时候 可以自己去尝试的调试一下 以便加深理解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